我来强调一下 这边我们讲的量是right right ceiling的 材料是homogeneous isotropic 忽略body force 只能在两端受力 侧面不受力 然而我的边界条件呢 一定是硬力跟外力的关系 不是纯粹的给硬力 我来强调 写成硬力跟外力的关系 就叫做relax seven nuts boundary condition 或seven nuts relax boundary condition 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本来前面讲的都说 我的硬力边界条件 就是要告诉你 硬力等于什么 硬力分布是什么 可我们从现在开始 真正实际解问题 是我们很少告诉人家 真正硬力分布是什么 我们常常告诉人家 都是relax seven nuts boundary condition 就像 我们刚刚已经给各位举的例子 假定这是q 这边是x2 这边边缘条件就两种 你可以写成sigma33等于q 应该等于-q 因为这是压抑力 等于-q 你也可以写 老师糊涂了 对不起 这是一种写法 这就是传统写法 你也可以写成 假定这个长度是l 这就是 这就是 seven nuts relax boundary condition 这就是差异 这是传统的写法 直接给硬力分布 这个 就是所谓的 seven nuts relax boundary condition 写出硬力 跟合成外力的关系 这也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这边可以写成sigma21da 等于-q 就这个意思 我们刚刚说的 我要把位移边界条件 转换成 应力边界条件 用的就是 seven nuts relax boundary 因为我不会知道 这边真正sigma21怎么分布的 可我知道合力的写法 这个也是traction boundary condition 这就是这样 你们现在就了解了 你要把一个 位移边界条件 如果你要设法 转成应力边界条件的话 真正写出来的 事实上是 不是真正的 应力边界条件 而是relax的 seven nuts 帮助的condition 这边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我们先看第一类 承受轴向力 如果真的是 承受轴向力的话 我们的边界条件 我们的边界条件就是 第一点 它要满足的 就我们讲的 应力的平衡方程式 应力的compatibility 抱歉 这边跳太快 好 我们先看 第一个 lateral surface 是free surface 所以 我们知道 在lateral侧面上 我的发现 在lateral surface上面 我们要满足的 就是这个sigmai接N接等于0 i分别等于123 但是我们在侧面上面 我的n属力就是等于0 所以我把这个带进去 就得到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三个 这个就是 不管我承受的是 轴向力 bending moment 扭力距或share force 我的侧面边界条件 有点是这个 这是要满足的 一个边界条件 一定要满足这个东西 然后 我的两端的边界条件 就这个 f1等于f2等于0 f3等于 我们把这个外列叫做p 是正的 然后m1m2m3等于0 这就是我两端的边界条件 我们要满足的 goving equation 平衡方程式 以及我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就是我们要解的 我们套用 我们材料力学的答案 材料力学的答案就是 sigma11 等于sigma22 等于0 sigma33 等于p over a a就是截面积 然后减因力也通通等于0 你把这组答案 你会发现 很好 它会满足我的侧面边界条件 对不起 它会满足我的侧面边界条件 也会满足我的两端边界条件 也会满足我的 bundity condition 不是 平衡方程式 也会满足我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这个我们不带了 你们直接一看就知道 因为sigma3是constant 怎么微分都是0 其他本来就是0 所以自然会满足 所以因此 依照 unique theory 我找到一组答案 而这个答案满足边界条件 也满足government equation 所以依照有linked theory 这组答案 就这个的唯一答案 所以我们就解完了 因此你们在前后所学到的 这个答案 事实上 不管截面积什么形状 它都适用 你们才有学到就见能手流逊 那我们这边要告诉各位几件事 第一点 你们仔细看我的印象 它跟材料系数无关 这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不管我材料 是什么材料 是连图也好 是钛合金也好 我的印象都是这个 那我们这边会强调 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 有一种实验方法 有一种实验方法 photoelasticity 叫做光弹法 那是一种实验方法 我利用光学的干涉现象 来找到受力工作件的 硬力分布 但是这种方法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它的你实验的对象 那个材料 是某种特殊材料 也就是说 你要实验以前 你要先做模型 你要用某种特殊的材料 做模型 那我们这边告诉你 如果受的是轴向力 它的硬力 不受材料性质的影响 所以代表 你用那个特殊材料 所得到的结果 跟你实际物体 可能是钛合金 所得到硬力分布式一样 所以这方法可以用 等一下我们最后 会告诉各位 如果是share force 所承受的硬力 它会跟材料系数有关 那也就是代表 如果你工作件 受的是share force的时候 这个方法会有误差的 因为材料不一样 跟实际物理不一样 你得到的结果 跟实际会有点差别 这是我们这边强调 这边就告诉各位 至少受到轴向力的时候 我的硬力 跟材料系数无关 然后 因为这是等向性材料 所以我们依据 我们前面得到硬力 应变关系是 马上可以得到 这就是我们的应变 这也跟各位所知道 是一样的 Vu就是poissance ratio 然后 依照这个 你再做积分 这个就是位移 这就位移场 从硬力 马上可以得到应变 应变可以得到这个位移 这个 我不叫各位回去 这各位有兴 我不给各位做作业了 各位有兴趣 回去自己推导一下 他不难 但是你们从应变 求位移的时候 有一定要注意 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比如说 Y33 我们说的 等于 这个答案 这个位移场你们一看 好像很单纯 等于 这是Y33 我们知道 它又等于partiU3 partiOX3 所以 好像很顺理成章 积分一次 U3 就是等于 EA分之P 乘上X3 最多加一个constant 所以你们好像觉得 位移场很直接 各位回去试试看 告诉各位 这个答案是错的 因为如果这个答案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钢体位移 可以当作零 可是是错的 这边不是这个 这边你要加上 是一个方许 它是X1 X2 不要忘了 这个对X2 未分也是等于零 所以这才是现在 从这个得到了 真正的U3 所以你们真的 每一个都类似 所以你们真的要用到 真的要做 证明是这个函数 等于零 或这个函数 等于一个常数 就等于钢体位移 那才你们要证的 因此你们会必须用到 减应变等于零的观念 会用到减应变等于零的观念 这只是告诉各位一下 从这边得到这 没那么单纯 那是你们重应变 想要重应变解位移 最主要注意的是 你们回去可以自己试试看 我不把这个当习题了 反正你们要证明的是 这个等于常数 也就是我们这边说的 Within an infinitesimal regional displacement 就是说 我这个都假设 钢体位移等于零 你可以把它加上钢体位移 就加上一个常数 这就是轴向受力 因变位移场 位移场是你们才和学没有教的 我们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下 轴向受力反正很单纯 而且在做这个这些 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说它的single value 跟connectivity无关 这句话什么意思 回忆一下你们公司所学的 如果一个截面机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这些人表现的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这些人表现的 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样子 智能 这些人表现的 这些人表现的 那些人表现的 一些人表现的 对 如果一个截面机没有孔 我们叫做Simply Connected 如果一个截面机里面还有洞 不仅仅要两个洞 一个洞以上 只要有一个孔 它就有两个边界 这个只有一个边界 我们叫Simply Connected 这个至少有两个边界 以这个例子来讲 就有三个边界 一个 两个 三个 我们叫Multiple Connected 而我们这边讲的是 当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 有时候跟我这个积分 这个面积面有没有洞有关 我们只能告诉各位 我从这边 得到这个的时候 过程里面 我不会用到这个 有洞没洞的关系 我得到答案都是唯一 也就是说 不管我的截面有孔没孔 这个答案都是对的 我们后面会看到 有时候 你要从这边 得到位积场 如果这个位积场的答案 是唯一的时候 它不能有孔 有孔的时候 我的答案是需要修正的 这就是我们最后 这句话的意思 这边只告诉我 在这个case之下 我的位积场是唯一 不管我截面有孔没孔 都适用 我们后面会谈到 有的case 你要得到位移的时候 必须先假设 这个截面没有孔 也就是说 有孔的话 这个答案就错的 这是这边 这句话的意思 那我们最后告诉各位 我们刚刚得到那个答案 真正的边界条件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如果你真正的 毅力边界条件 是这个样子 刚刚的答案 就叫exact solution 如果你真正的边界条件 不是这个样子 是属于我们刚刚画的 另外那两类 如果你真正的边界条件 是属于 这个样子 或者是 这个样子 那 刚刚的答案 就只适用于 中间的这一块 可这就是 生本上的principal 主要目的 我得到简单的答案 适用于各种形式的题目 只要离边界远一点 这就是轴向力 这是最简单的 一个部分